小房人员到场破坏车门 因为小轿车激活车体全毁 后车厢被压扁内缩到逼住 这时还有两人受捆车内 意外被追撞 车上50岁王姓富人被救出时CPR急救 但这时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和他同车的干弟弟45岁隐姓男子 同样在车祸中丧命 车祸现场零件喷飞死散 一共四台车连环状 当时一部黑色轿车疑似为保持安全车距 追撞前车先失控冲向外侧车道 接着拉回内线 车体零件掉落在中线 一部深蓝色轿车停下准备报警 没想到却被后方货车追撞 酿成两死四伤 就打花 就这样子 打花就停在内线这样子 就这个摔出去 这也来不及刹车 对啊 因为那边没路灯 都按摩了 警方调查四名驾驶都没有酒驾 疑似因为黑色轿车 为保持行车距离失控追撞 引发连环车祸 一共造成两死四伤 干姐弟出游回程途中 命散黄泉 在母亲节这一天 一家无法团圆 记得彭志明还是亲吴彭馨 苗栗报导